今天頭回來我們再來 我們來關心主席總署有公佈 上新的經濟五層 只空一數年的經濟成長率 已經是調關到3.9% 嚴格目的這部分 幾年的消費者目的基礎 二症率是2.01% 有增加0.2%的百分點 治療電費錢起家 儲水起家 吃外面的錢也變貴 醫療費用也變貴 說來目的已經連續三年 都完過同學碰到2%的經濟解釋 經濟包圍75變85 酸辣湯圓拉湯圍40變50 冰箱原則上是24小時不能關的 冷氣必須要開 我們的基劇大概會落在 兩個月大概會落在2-3000塊 2-3000塊左右 目的基礎起家前又變貴 主席總署30公佈 今年消費者目的基礎 CPI以前內九百分之二點空出 八一月分修關 零點二百分點 除了電價起家以外 主席總署又說 博物類的基礎比較固定 外面的費用處租繼續去 醫療費用也得更多 所以全年目的還在破百分之二 再來目的連續三年 都比通貨碰到的境界比較更多 大家每天在碰到的一個品項就會比較說 脹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的物價還是偏高 但是事實上如果整個平均下來 其實是應該可以維持在2點多出頭 另外AI人工地匯和九號林運算 帶動出口情価 主席總署多多收官 日空二十四年經濟生長 未到百分之三點救出 比第一點一次 他切多多收官 零點五一百分點 創下最近三年的新冠 主要是輸出的表現 比我們當初預期的好很多 AI的部分是蠻關鍵的因素 因為這部分發展得很快 主席總署標示 收官今年專年經濟表現 主要是輸出表現比他切得更好 很多原因是AI官権發展責金 分斷提供業者 國家、企業或是政府部門 到處這麼多基礎實施 相關的需求提供 對出口還有很大的動力 前年相片出口收官一百七十億美金 是這次收官的主要原因 記者總署報道